1月11日 有网友发现高圆圆又秀了一把恩爱 42岁的她近照 仍然好似少女一般 丝毫看不出是生过孩子的妈妈 状态特别好 她谈起赵又婷时满脸都是笑容 高圆圆表示产后付出接戏的时候 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 会有很多顾虑 最难的部分就是她从家庭里逃离出来 不想错过孩子的成长 也很怕拍戏的时候会分心 但最终高圆圆还是全身心的投入到拍摄中 完成了一部作品 高圆圆在新剧中的角色是一个女强人 老公负责很多家务事 她也透露在现实里 自己和老公赵又婷是一个女进我退的状态 当女方拍戏忙事业的时候 男方就主动将家里的事照顾好 后来高圆圆又谈到家庭 脸上笑容很甜蜜 说到拍戏时赵又婷全程支持陪同 女儿也是她在照顾 自己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当时赵又婷在剧组里给了高圆圆很多鼓励 随叫随到 两人也会简单对戏 相处模式特别甜蜜 高圆圆回忆起这段经历 感到特别幸运 她也特别感谢老公 能如此无微不至的照顾她和孩子 还能支持自己的事业 可见两人结婚多年 还是相处恋时那样甜蜜 的确是很让人羡慕了 高圆圆生完女儿之后 也在兼顾家庭和事业 事业发展蒸蒸日上 赵又婷近年来拍戏较少 但演技也没有倒退 夫妻俩都变得更加优秀了 高圆圆不仅颜值气质出众 而且还拥有这么幸福的家庭 可谓是人生赢家 祝愿她和赵又婷未来更加恩爱 不知他们是否打算再生二胎呢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 终于有侵权等如侮权 独猾